大家好,这里是那家的小花园 我总是在评论区会看到有一些话有在问我说 你的月季用的是多大的花盆 然后这个问题呢,怎么说呢 我这里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我只能告诉它,大小都有 比如说大家看我现在这边的月季 这个是两加轮 这个是爱丽丝十号深盆 那个是五加轮 这个是三加轮 那边也是五加轮 所以也就是说大小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牙切苗到我这边 大家之前也有看过 我会用很小的不到一加轮的花盆给它们种 甚至那颗吉女大家还记得吗 我是用了一个很小的桃盆给它种着的 所以它长势飞快 然后换盆呢也是一步一步来的 比如说不到一加轮的第一步的话 先换到一加轮 一加轮再换到两加轮 两加轮再到三加轮 三加轮再到五加轮 然后再上爱丽丝十号深盆 不过话说到这里 老师有话又跟我说 我就喜欢小苗种大盆 如果你在少雨的地带 你尽情能种啊 没有关系啊 但多雨地带多少有点不合适了吧 我也通过比如说去年的小苗反馈视频 以及今年的小苗反馈视频 已经很明显的 让大家能够直观地看到 小盆种的话 其实牙切苗它长得肯定会更快 除非一些藤本啊 那我一加轮直接放到五加轮可不可以 也可以的啊 不是不可以 根系特别强健的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对于根系特别弱的品种 在我们这些多雨地带 你牙切苗直接中到五加轮滑盆 你这不是自己在找死吗 那我只能说到这里 你真的听不进去 那我也没有办法 好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有些花友在问 你每年都要给月季换盆换土吗 月季什么时候换盆比较合适呢 第一个 我换盆的话 一般不是按年来计算的 而是按我浇水的这个频率来计算的 如果说我每天都要给它浇水 那我要给它换盆了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而且你每天都要给它浇水 不然它就会被干到的话 那说明它的根系已经长满这个花盆了 也提醒着你该给它换盆了 所以一般一些根系比较强健的月季小苗的话 我换盆可能就会非常的频繁 可能一个月换一次也说不定 但是对于一些根系比较弱的月季苗的话 可能就是一年换不了一次了 所以换盆时间不是那么随心所欲的 要根据它的这个生长状况来决定的 那换土多少时间换一次呢 我好像基本上不换土诶 比如说小苗到我这牙签苗 到了它该换盆的时候呢 我就会给它换大一号的花盆 那它原土都是带着的 我不会去掉它的土 然后再换到一个盆里去 那这样一步一步逐渐带大的花 它都是带着原来的这个土的 我从来没有刻意的给月季花 把全部的盆土都换过 那在什么情况下 可能换掉它一部分土呢 就是当这个花盆已经容纳不下它的时候 我会给它修根 那修下来的带根系的这个土呢 我会给它换掉 换成新土 那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会换掉它一部分土 其他情况我是不会特意换土的啊 也没有换土这个习惯 那也有些花友在问 我的空间比较有限 我不想给它再换一个大号的花盆 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修根啊 就是你在冬天的时候 切除它的一部分根系就好了 根系强健的你可以多切除一点 根系比较弱的可以少切除一点 至少可以保证它来年一年 依然能够花开爆盆 每年都给它修一次根 它第二年就可以继续爆盆啦 好的 以上就是花友们关于 我这里用多大的花盆 等等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啦 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帮助到大家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